字幕君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指風車繪本故事劇場 我是機關槍哥哥 我是鐘美墨奶雞哥哥 奶雞哥哥你也這樣偷笑 甚至笑什麼啊 唉唷 機關槍哥哥我知道 你們人類其實都是有 猴子演化過來的 所以 你是猴子 不要亂笑 我們人類是從猴子演化過來的沒錯 可是你才像老鼠咧 像嗎 有嗎 好啦好啦 那你知道猴子又是什麼變成的嗎 不知道 沒關係 今天我們來說一個賽夏族的傳奇故事 聽完你們就知道囉 什麼故事 懶人變猴子 聽故事囉 從前從前 賽夏族有個年輕人和一個老人 他們住在一起 年輕人非常的懶惰 從來都不好好的工作 他每天不是躺在樹底下抽煙 就是拿起鋤頭亂敲一通 有一天 這個年輕人啊 一連弄斷了三隻這個鋤頭 這三隻鋤頭餅 之後啊 他非常生氣就賴皮 老人更生氣 就拿起這個鋤頭餅要打他 哎唷 一不小心啊 鋤頭餅就插進了年輕人的屁股裡 哎呀 救命啊 好痛啊 這年輕人啊 一邊大叫一邊的逃跑 當他逃到一個安全的地方的時候 想要把鋤頭餅拔出來 但沒想到怎麼拔 拔 拔 都拔不出來 哎唷 結果這鋤頭餅就變成了一條尾巴 而這年輕人也變成一隻猴子 這個時候 這隻猴子啊 竟然開始說話囉 等一下等一下 你這樣 沒有人聽得懂你在講什麼啊 真的嗎 對啊 那不然再一次好了 好 哇太好了 從此以後 不用再挖地了 因為他很開心 除了講話之外 還開始跳了起來 從此以後 不用再挖地了 因為他很興奮 所以還開始轉圈圈 從此 哇太累了吧 從此以後 可以不要這麼開心嗎 你們看 連開心都覺得累耶 他就是那個懶惰的年輕人 變得猴子喔 超級懶惰的 嗯 當這隻猴子 悠哉地躺在那裡休息的時候 有一隻蚊子 飛過來 衝著他 笑 真有趣 懶惰鬼長尾巴 猴子猴子羞羞臉 走開 走開 吵死了 打死了 這蚊子王啊 這蚊子王啊 遠遠的就看見 他的部下被打死了 所以呢 就下令蚊子大軍 攻擊猴子 假命啊 快逃 快逃 這猴子啊 被咬得滿頭包 只好拼命逃 就在這逃命之中啊 猴子從這棵樹 跳到那棵樹 一腳踩到枯樹枝 這樹枝 掉了 掉下來 正好砸中一隻鴿子 猴子啊猴子 你到底在忙什麼啊 我剛剛被人打 就變成猴子 蚊子又來笑我 還沒欺負我 我跟你一樣 原本也是人喔 你原本也是人 對啊 有一天我爸爸和村子裡面的武士 打獵豐收回來 我們的村民啊 都穿上美麗的衣服 準備出去迎接 原本我也想要去 可是 我媽媽突然對我說 媽媽 這個時間還早 你趕快去抬一桶水回來 家裡沒水可以喝了 所以我就趕快去提水啦 可是媽媽 看到我提水回來之後 又對我說 媽媽 家裡沒有柴可以燒水 那你再去砍柴吧 這個時候 打獵的隊伍已經快到村子口 眼看就要來不及迎接啦 我拼命地從樹林裡面跑出來 叫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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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一隻鴿子啦 到現在 我也沒有找到回家的路 呼吾 是喔 好可憐喔 看來啊 我們只能去找大神來幫忙了 而這隻猴子和鴿子就一起出發 作啊咒走到來一片大草原 而這邊大草原忽然燒了起來 穿山甲背著一隻黑鳥 从这个火里面跑出来 穿山甲放下了这个黑鸟 就直接钻到地洞里面跑掉了 猴子就问这只全身被火熏的乌气骂黑的鸟 你怎么了 娃娃是一直踩色鸭 今天我和穿山甲一起玩 穿山甲说它能从四面放火 却不会被烧到 超强的 结果它自己就挖了地洞躲起来 可恶可恶 害我全身啊 我五彩缤纷的羽毛 虽然无情骂黑啊 呜呜 啊啊 呜呜 啊啊 你被烧得好开心哦 呜呜 啊啊 呜呜 啊啊 看样子啊 我们只能一起去找大神来帮忙了 呜呜 他们走啊走 走到了山脚下 水蓝色的天空 突然下起大雨来 鸽子就说啦 猜一次好了 哇까요 彩色鸭也说了 啊啊 奇怪 这个大晴天的怎么下起雨来啦 我们该是要这样子 这样子 啊啊啊 这个大晴天的怎么下起雨来啦 接着猴子又说 microphones 啊啊啊啊 这 它们都说了 为什么我要再说一次啊 你们看它果然有够懒 它就是那个懒命的年轻人 变着猴子 人家就是那个描 Yaz 哎呀 大家 抬頭一看 發現這哪是下雨啊 原來是一隻大黑熊坐在石頭上 那邊一直哭一直哭 他的眼淚又大又多 一滴 一滴 又一滴 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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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滴 滴得大家很像洗過澡一樣 這隻大黑熊一邊哭 一邊說 我原本是白色的 像雪一樣的白 有一天我和豹約好要互相染色 我要幫豹懶得黑黃相間非常漂亮 而豹說要幫我懶得五彩繽紛的 於是他就把許多顏色抹到我的身上 結果 結果 就變成這樣黑麻麻的了 好慘喔 對呀 於是大家就對熊說 大家 對呀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別哭 我們帶你去找大神 還有還有 別哭 我們帶你去找大神 我們帶你去找大神 還有猴子 這個猴子很懶 他不會講話的 好吧好吧 所以這個動物就走啊走 走啊走 走啊走 走到了這個大神座的地方 這大神正躺在山谷裡面呼呼的大睡 他們就起一聲的大叫 還有什麼 還有 呼呼呼呼 啊啊啊 呼呼啊啊 大神 行一行 呼呼 等一下等一下 為什麼這次猴子也會出聲音啊 因為他這一次再不出聲音 他就來不及完成他的願望了 對對對 我是大神 你們把我 吵醒 有什麼事啊 等一下 奇怪 你明明是大神 前面那個回音 怎麼跟後面 有什麼事 變得不一樣啊 喂 乃姬哥哥 你踩到我的腳了 對不起 對不起 於是啊 大家就七水八舌的 趕快跟大家這個大神說啊 自己的經過喔 好啦啦啦啦 別吵啦啦啦啦 我知道啦啦啦 熊熊熊熊熊 爆把熊染黑黑黑 等一下下下下 我這樣講話話話 這樣講講玩玩玩 小朋友都睡著了 好 沒問題 我來幫你處理喔 我來幫你處理喔 啵啵 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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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 這個熊啊 爆把熊染黑 是爆的不對 以後 爆只要裂到了鹿 要把牠的肉 留給熊吃 穿山頰 害鳥失去了彩色的羽毛 以後 只能住在這個黑漆街上 的地洞裡 見不到陽光 鴿子 想回家 就讓你有超能力 不管這個家裡的多元 都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至於猴子 以後不必再挖地了 直接到田裡去找番薯吃 這隻動物便開心地 開心地回到牠自己的地方 而大神 打了一個又長又大的哈欠 準備來一個回龍叫 撫眠一下 這個時候 卻出現了一個超大的黑影 原來是那隻蚊子王 牠一路都一直在偷偷地 跟在大家後面 而牠聽到了大神的判決 心有不甘 就在大神的耳邊說 不公平 不公平 這個猴子啊 是懶惰的人耶 不公平 不公平 判決不公平 也對 那從今以後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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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把我的回音又給打開開開開開開 啊 對不起 對不起 好像是我按到了 馬上把你關掉 馬上把你關掉 麥克風測試 1 2 1 2 喔 沒有回音了 好 好 也對 那從今以後 猴子偷吃番薯的時候 人看到可以把牠給趕走 啊 還是不公平 不公平 他除了懶惰之外 還打死我的部下耶 這樣不公平 判決不公平 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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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吵死了 真是老人親夢 無福和好 不公平 不公平 這樣子 舒服多啦 睡覺 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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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啊 蚊子王啊 一直覺得他話沒說完 所以到今天啊 總是在人的耳邊一直說 說個不完 嗡嗡嗡嗡嗡的 聽完這個台灣原住民 曬下廚的故事啊 我突然覺得 他們對這個動物的想像力 好豐富喔 而且這個故事還告訴我們 我們要好好的學學這個色彩學 真的耶 不然啊 像這個五彩繽紛的熊 卻被染成黑色 好可憐喔 對了 我聽說 機關槍哥哥 你對色彩學很有研究耶 那我有問題 請說 請問 這色彩學裡面有三原色 是哪三原色 紅 黃 藍 那如果這個紅色加黃色 是什麼顏色 橙色 如果這紅色加藍色 紫色 如果這個黃色加藍色 綠色 那如果把這個紅 黃 藍三個原色 三顏色加在一起 會變成 黑色 厲害 那我也有問題 請說 那如果光的三原色 又是哪三原色呢 我知道啦 你說的就是那個調電視的時候 螢幕我們常常會看到那個 RGB啊 R就是Red 紅色 G就是Green 綠色 B就是Blue 藍色 紅 綠 藍 三個顏色 厲害厲害 那我有問題 你今天問題很多喔 我這個問題不是問題 我想要問問小朋友跟大朋友 如果我們把這光的三原色 RGB混合在一起 那會變什麼顏色呢 請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們子豐車繪本故事劇場 下次見 掰掰 好的 請多多點 還有看